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75G点的调高的可能性 有小数分析师认为也有这个可能调高1% 如果是1%是这几年里面 比较大的一个调高的利息的一个力度 这个是会震荡整个市场 当然是如果有100%的基点的调高利息的话 肯定是对股市不利 肯定是会导致整个美盘 基本上是可能会垮下来 如果是0.75%的调高的力度的话 市场已经基本上呢 因为这两个礼拜 华尔世界基本都已经开始下滑了 所以基本上呢如果是0.75%的话 可能市场还有这个可能还会再反弹 因为基本上市场已经开始消化这个可能性了 如果是现在是因为0.5%的调高的利息 这个应该是可能性不高 唯一可能会发生的是1%的利息的调高的 那个负面的一个影响 再来的话就是0.75%的调高的利息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0.75%的话 可能市场还会再反弹 如果是反弹的话呢 可能我们要用这个机会 看看有没有机会 在比较高的位置来继续做孔 因为整个市场基本上是已经开始不明朗了 华尔世界昨天是有一点小动作 就是先盘然后再涨 涨了之后再继续跌 我们来看一个60分钟的那个图案 我们就看得到 他找盘的时候是有先在这边盘 盘的有开始要走高的那个现象 结果呢没有 这是经过凌晨一点之后呢 他开始下滑然后呢再反弹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呢 基本上从那个日线图来看呢 他也是有一个有点有点反转的一个讯号 之前在星期一的时候也有这个反转讯号 可是那行情呢没办法涨得太过高 那昨天呢又是来多一个反转讯号 那这个非常接近这个3143点呢 这个水平的这个是我关注的一个点 如果是这个点没有突破的话呢 基本上呢做这个市场再走高的一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以目前来讲现在市场已经有个五波浪的形状了 五波浪形状就是告诉我我们可能行情已经开始封顶 在34281点 这个是在8月中的时候呢 8月中的时候已经封顶了 接下来因为这边有个五波浪的形状 顶多顶多如果行情有在一个反弹的话 理想的话来到32500点左右 这个价位是比较理想做空的一个可能性 那如果今天晚上公布之后呢 接下来呢 钢琴有比较大力的一个反弹的话 这个是一个做空的一个机会 不是做多的机会 那S&P500呢虽然他已经有很多天 B4的时候在3900点以下就是上个星期五 他挣扎了很久很久 结果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 B4的时候已经突破3900点 然后呢这三天里面 这三天里面呢我们看到行情的有继续的下滑 而且包括昨天昨天最低价位呢 还有来到这个这一个系列的比较低点就是3827点 然后呢虽然是收盘的时候是比星期二低 可是呢基本上呢 他的一个还有这个可能 因为呢这个3721点没有突破的话 他基本上还是有可能再继续往上反弹 跟那个道琼是差不多一样 因为他已经有五波浪一个形状 那五波浪新疆的话 如果他有大力的反弹的话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顶多来到4100点 这个是比较适合做空的一个空间 不是做多 我认为 可是短期里面你可以做多吧 我觉得风险蛮高的 所以我现在已经不打算做密方向 我是要想要做主流方向 就是大方向要跌的话 我看看有没有空间做空 当然当天里面可能有一些波动 可能是适合做短线 可是呢风险相比的话会较高一点点 那个纳斯达也是一样 纳斯达也是有五波浪的形状 那五波浪形状的话呢 如果他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的话呢 目前来讲是顶多顶多是12750点 这个价位这个可以尽可能来到这个价位的话 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可以做多 因为在这边做空的话 相比的话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因为现在市场有点低了 如果再继续在这个价位 这个在11800多点的时候做空的话 我相比的话他风险蛮高一下的 各位有机会反弹的话 我认为这个是市场给我们多一个机会 再做空 那今天早上呢恒生指数呢 还是继续的跌 这个是今天早上最低价位 来到18451点 基本来讲这个以日图来看呢 他已经非常非常接近 这个18235点 如果这个价位被突破的话呢 整个反弹就到一个段落就是结束了 OK 可能就是那个原本市场的大方向是要跌的 你看到大方向是熊市 这变成了他会继续他熊市的一个走势 那那个上海中国指数呢 目前今天早上也是在跌 可是呢他没有比那个恒生糟糕 今天来到3091点 OK 这个是应该是今天吧 对今天3091点 那我们都看 以目前来讲 他还是一个三波浪型的一个形状 可能还会继续往那个 3080点到3030点的那个50点 那个空间里面迈进 只要是那个2957点没有被突破的话 他反弹的可能性还继续的存在 OK 日经呢 基本上呢他已经是有三波浪型的一个 第一波的一个形状 然后呢这个反弹 接下来呢 因为在目前的讲 市场还在比较弱的一个状况 可能他会继续的 往27300点较低的一个低 那个价位继续迈进 可能呢因为这个是三波浪型 就是比较大型的一个三波浪型的话 他可能会往26700点到26200点迈进 这个空间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如果他继续的下滑 我们看美元嘛 美元指数今天呢 是有一点上扬了OK 可是呢他最近的没办法挑战 他这个月初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是110.78 OK 已经有 已经有三个礼拜 没办法去挑战这个110.78了 所以变成的短期里面 看起来好像他有一点 有点卡住了 所以呢 可是基本上他还是比较 是一个牛市来的 OK 以市场的一个观望来看 最最基本他会来的114.24 所以这个这个是我的短期的一个目标 美元对日币也是一样 美元对日币呢 已经有三个礼拜 从他几乎到145的时候呢 他开始已经卡住了 当然有一段时间就是在 9月14号 OK 上个礼拜他有来试探这个价位 可是没有突破 接下来就在那边盘 今天早上呢 有 以目前来讲是在1.44 不是1.44 1.44的那个价位的下方 所以变成了他目前呢 还在那盘 有可能这个行情会继续的下滑 如果有下滑的话 应该不会突破13939 因为这个是之前的一个高点 这个是7月中的一个高点 如果是有这个 有来到这个价位的话 是比较适合做多的 OK 那英镑呢 他本身呢 现在呢 还在盘中 可是他非常非常的落 他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熊市来的 你看这个市场呢 从1.4250 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 跌到目前来讲 已经突破1.14了 今天早上呢 有来到1.1376 这个是目前的一个价位 所以看起来呢 他是已经突破了 2020年的3月份的那个最低点 所以变成呢 他如果是没办法再弹回去1.14的话呢 我感觉他是跌的 跌的那个大面比较大一点 那一面比较大一点点 那欧元呢 是还在盘 自从来到0.98的时候呢 他开始已经横盘一段时间 已经超过一个礼拜了 那所以短期里面 他这个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熊市 所以呢 空欧元是应该是比较适合了 OK 如果有机会再反弹的话 顶多来来到1.03的话 这边是应该是做空的一个可能性 会比较高一点点 那 来看看 黄金吧 黄金昨天也在继续的跌 可是呢 没有跌破 上个礼拜的最低点 上个礼拜最低点呢 来到 1654块3毛钱 所以呢 这一 这一个礼拜里面呢 没有突破 所以变成这个行情呢 是相比的话 再等今天晚 这样公布这个 美国央行的一个 利息的一个结果 OK 大部分的行情都是在等今晚 所以呢 我们看看今晚的这个凌晨2点 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 肯定会0点 那个2点过后 肯定会比较大的一个行情 OK 银方面呢 相比的话 会比黄金比较稳定 OK 目前是在19块3毛2的一个价位 也是没什么大动作 它在盘中 基本上呢 它一个反弹呢 从17块6毛钱呢 跑到21块 你看啊 没有21块 20块 这个力度呢 相比的话会比黄金大一点点 所以它再继续走高的一个可能性 还是有了 那石油呢 昨天还是在盘中 昨天呢 我基本上有做多那个石油 可是市场没有涨 可是呢 这个也是可能 我就评价了 我就把止损拉到那个 不赢不亏的那个价钱 基本上昨天已经被 被踢出来 可是没有亏钱 可是呢我可能今天呢 看看 有没有机会再继续的做多 因为现在做多的话 肯定我的价格会比之前 还要美一点点 ok 我们看虚拟货币 虚拟货币 昨天比特币再继续的下滑 ok 主要呢 这一轮呢 最低价位呢 星期一来的时候呢 行金来到18,271块 所以这个是这个礼拜的一个 最低价位 看起来好像有短期的一个支撑 在那个18,600块左右 所以那边呢 可能会 对 在目前这个价位 应该是比较有支撑 目前价位是19,000块左右 那以太郎呢 还是比较比较弱 因为他是应该有三波浪的一个形状 可能会继续的下滑到1180块到1000块的空间里面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ok 要不要做多的看大家 因为目前里面 他现在呢 这个从880块反弹到2000块的话 这个基本呢 是已经走完了 这个已经封顶了 这接下来可能会继续的下滑 因为他的逆方向的一个 那个那个走势呢 基本上是走完了 因为主要是在等他上个星期四的那个 那个区块链合并的那个技术已经合并 合并之后呢 行情没有涨相反的话 他继续跌 唯一比较有乐观的就是这个币 这个币就是Ripple Ripple呢 因为呢他跟美国的那个监控局 在打官司 市场看起来好像他可能这个官司可能会打赢 所以变成呢 最近你看他的那个价位呢 就一直一直走高 现在到4毛钱 超过4毛钱的 今天早上呢最高就是昨天呢 拿到最高是4毛2 这个是叫Ripple Ripple都知道比较 一个比较相比的话比较旧的一个科技 很多银行就是用他的那个区块链来做结算 就是在他们的后方的 后方的那个做结算的一个科技 所以呢他是比较普遍的 所以呢 现在呢他是在跟那个美国的那个监控 监控局呢 在打官司可能这一次呢 可能比较有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OK 市场认为他有赢的胜算 肯大罗呢 跟别的币呢差不多一样 还是没有起色 基本上呢 他的这个从0.39到0.69的一个反弹 还没有走完 可能还会继续的反弹 所以我们短期里面可以关注这个币 基本上他这个币呢 Solana呢他本身也是一样 这个从那个25.84到48.35的那个反弹呢 目前来讲呢 还没走完 可能会撑或者是没办法撑的话 可能会继续往20块的空间迈进 目前来讲他这个币呢 没有什么他主力 他一个原生的一个理由 OK 没有 没有那个新闻来刺激他 这个是Polygon Polygon呢本身还在继续下滑 他看起来好像要继续的下滑 目前在7毛2 7毛3的那个水平里面 好像有短期的一个支撑 接下来如果他突破的话 可能会往6毛4到5毛6 那那个空间里面迈进 短期里面可能还会继续的下滑 这个是币安币 币安币的话 昨天呢有 而不是昨天 星期一的时候呢 有突破一点点258块6毛钱 来到最低呢 来到最低有256块7 可是呢基本上呢他又输回去 这个币呢相比的话 你看他的形状是比较稳定 基本上呢他从这个183块到336块呢 这个反弹的力度还没走完 所以呢那他顶多在这个价位左右 开始稳定就开始攀高 或者是呢他继续的下滑 往221块到200块的空间里面迈进 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这个空间里面比较适合做多 OK Sandbox呢 现在也是没什么主流的 是一个新闻来刺激他 他应该是在盘着OK 在等别的币人来带动他 这个是宇宙币 Atom 也叫cosmos 所以他的形状呢 有一点像 有一点像那个Ripple 他因为呢 以太郎的那个区块链合并之后 那个区块链合并之后呢 大致上的一个 那个投资者已经转到这个币了 这个币是Atom 因为他可能会代替之前 那个Ripple的那个 那个Ethereum的那个 旧的科技的做结算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呢 它的价位呢 相比的话 是比较高一点点 比别的币的还要高一点点 所以可能这个也可以关注 如果你想要做多的话 OK 这个是AXIS AXIS目前来讲 这个从这个11块8毛2到20块4毛钱呢 这个走势已经走完了 所以这个已经确定是20块3毛9呢 这个是一个封顶的一个结果 可能呢这个币呢 还可能会继续往8块钱到6块钱卖进 所以大家如果身上有这个币的话 可能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可能这个币呢还会继续的下滑 这个EVER LAUNCH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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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NCHE 短期里面好像看起来好像没办法再反弹 那最近呢 他最近有来到16块3毛钱 他昨天还是在 在找方向 因为这个币是相比的话 是比较新的一个币 看起来他是一个熊市 可能短期里面没有什么空间做多 这个BITDAO BITDAO的话呢 他可能会往那个 4毛钱卖进 4毛钱是他之前在6月中的时候 这个距离的跌 这个币呢也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熊市 你会看到他从一上市呢 就一直跌 从2块8 那他跌到可能要到4毛钱 你目前讲是5毛钱了 这个是以太郎的那个所谓的 classic classic怎么讲呢 classic是应该原始或者是经典 经典币吧 以太郎经典币呢 目前来讲是比较 会比那个以太郎还弱一点点 昨天呢 还有来到27块2毛钱 然后再继续的 不是昨天 是星期一 他有到27块2毛钱 就继续的反弹 他已经基本上已经走完三波浪行的 如果要走过的话 应该是从这里开始 应该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点 以技术分析来看 他已经得标了 因为他原本的目标是在26块9毛8 27块2也算是应该 也算是很靠近的了 顶多再来多一次 跌进这个26块9毛8到22块8毛2的空间里面 也是适合做多的 这个长期来讲我觉得 他的那个走势还没走完 可能还会有上涨的一个可能性 这个Feedbit的话 你会看到他现在也没有比较大的一个新闻 他基本上从19分到4毛1的反弹已经走完了 这个肯定是封顶了 接下来可能会往0.09买进 这个币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活动 我是不会去考虑的 这个是Near Near的话 他的反弹还没走完 这个从2块8毛6到6块1的话 这个反弹基本上还没走完 只要是1块5毛6没有被突破的话 再反弹的一个可能性是有的 如果可以突破6块1毛1的话 可能会往7块4的一个空间迈进 那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为止 注意了 今天晚上凌晨2点 是主要一个时间段 大家都眼睛就在 注重的盯住 这个美国央行到底要调高利息 调高多高 好了,那明天应该有结果跟大家做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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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